律政司司長是我最重要的合作夥伴之一 亦都是我的法律顧問 如果我對這位出任律政司司長的人選 是有任何剛才陳議員說的懷疑 我一定是不會推薦他獲委任成為律政司司長 所以簡單來說我當然是相信鄭司長 正如我上次在達文大會說 今天大家就著一件事 當當事人告訴大家 是有疏忽 又無惟意 又大意 很忙 甚至因公忙私 大家好像覺得匪夷所思 但這一堆說話 我又覺得身有同感 我都是有時 很多時都是因公忙私 我都是很忙 我自己的事我都沒什麼時間處理 所以我只能夠說 希望大家像一個比較諒解包容的態度 來看這件事